2021年7月1日 25歲黃俊賢被指向禮賓府後院投紮二言物品 被控一項縱火罪 黃俊賢早前承認控罪 被區域法院法官姚勳至判囚兩年8個月 姚官在判刑時指縱火乃非常嚴重罪行 雖然上訴庭沒有提供兩刑指引 但明然需要處以嚴厲判刑 姚官還列出4點說明本案嚴重性 首先被告有計劃、有目標行事 案發前層在禮賓府視察情況 包括警方數目和位置、保安設備等 案發在7月1日凌晨時分 被告攜帶多個二言物品 造成多次爆炸及火警 雖然辯方求情指 案發地點距離禮賓府很遠 遠離民居、地方空曠、非人煙囚物 為姚官指出縱火柱距離禮賓府約50米 該處有非常多植物 令火勢異於蔓延 一旦起火情況一發不可收拾 故意4至5年作量刑起點亦不為過 姚官考慮到求情 坦白認罪及無案底等因素 將量刑起點下調至4年 扣除應罪刑期後 總刑期為2年8個月 法官亦告誡被告 占物將負面情緒發洩在其他人身上 希望他在獄中好好反省 出回來好好工作 不要再犯案